这是秦王迎四的落幕时刻 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王后卫书将他抱在怀里 大声地呼喊着赵御医 然而他并没有等到救命的御医 反倒把迎状给叫来了 你才不叫人 别是世君之罪啊 迎状堂而皇之地改口了 在他看来 迎四已经重病缠身 现在已经昏迷不醒 就算是世君也不过是顺势为罢 他巴不得迎四早一点走 好早点迎新王迎荡继位 迎状劝却卫书节哀 和他一起迎新王迎荡继位 你瘦了 我没疯 你干什么 走开 走 走 走开 走 魏书死死地护住迎四 生怕迎状对丈夫下手 迎状告诉魏书 迎四已经派张仪 去燕国接迎记母子回来了 而且还要迎记继承王位 魏书压根不信迎状的话 发尚从来没有跟我提起此事 不会的 派出的使臣和蝙蝠轻型的下丁 都已经被臣拦下 都在臣的府中 王后不信可以自己去审 还有分别给齐国燕国的国书 两国不得阻拦公子归国 否则 势同宣战 魏书顿时有种被背叛的痛苦 他的这一摔 让本就奄奄一息迎四 又遭到重重打击 一代雄主秦桧文王 竟然就这样一头磕死在自己的床上 还落了个死不明目 他再也见不到 日夜思念的女人和儿子 还有相互扶持几十年的张仪了 公元前311年 秦国的第一位王秦桧文王 赢四在咸阳逝世 享年46岁 秦桧文王在位期间继续施行商量变法 铲除老干龙等老士族复辟势力 慧文王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赵国 米八子等人都披麻戴笑为其送行 即使米八子对银寺有许多埋怨 可此时也只剩悲痛 银记更是执意要回秦国 宋父亲最后一程 公子 还是不要再有此念 使臣告诉天真的公子记 不仅你自己不能回去 即使是新王赵你 你也不能回去 为何 王上身边有人 不想王妃与公子回去 甚至 不想让两位 存活于世 公子壮 可见银记还没傻到家 但其实不仅银壮一个人 整个秦王室都在提防着你们母子 他们甚至希望你们克死一乡 这样秦国就能避免王位之争 秦国这边 银档即将接过权力的交接棒 身为智囊的银记却眉头紧重 因为他发现了不对劲 面对老叔的质问 银档一脸不爽 他拿出新军的架子表示 今天请你来是商量仙王的丧事 可不是让你给我讲道理的 这番话也让银记瞬间明白 如今的银档是秦国的王 是万人之上的当权者 这是银档急忙拉住银记的手臂 说了一句更让银记寒心的话 银记瞬间明白银档的用意 既然他都不愿意调查先王的死因 自己查清楚了又能如何 城门外 初始赵伯的张仪也回来了 看到满城挂满了白补 他知道自己效忠一生的男人走了 张仪出差回来 老板挂了 回到朝堂 一切都大变了呀 宝座上调笑的迎刺 变成了莽撞的新王 新王上台发表的第一项国策 就把张仪应急诊无语了 来恭贺新王登基的越国使臣 高兴得何不拢嘴 有了秦国相助 打赢楚国那还不时拿久稳 散会后张仪赶紧劝孩子淡定 不料迎荡直接给了张仪一个下满威 张仪一听这称呼 知道自己丞相做到头了 连身后的迎击等大臣 也都停在原地不敢上前了 而张仪也不管新王爱不爱听 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 这种机密的事 你怎么可以当着外人随意透露呢 而且你刚当登基 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证据 不适合对外开战了 听张仪这么说 银档不爽了 你这是吓唬谁呢 即位不久 证据未稳 目非有人想趁机闹事不成 真 寡人料想 眼下 还没有人敢闹事 王上 不管张仪怎么哭口婆心 迎荡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还提起张仪来秦国二十多年 不是996就是007 太辛苦了 不如回家谢两天 这是要被新老板炒鱿鱼的节奏 但就看在先王的面子上 张仪也不忍看着迎荡乱来 可结果就是关系越来越僵 人员越来越差 工作越来越少 未然不理解张仪为什么还留在秦国 一走了之呢 未尝不可 只是 于心不忍 一边是先王嘱托 一边是新王不喜 张仪落了的进退两难 有了年岁啊 便洒脱不起来了 张仪总是自嘲自己是势力之徒 其实他才是最重情义的 这天下熙熙攘攘 能真正窥见张仪之心者 唯有迎四一人而已 可迎四终究还是先走一步 张仪也只能望着明月 独自珍上一杯苦酒 秦王啊 物是人非 张仪 敬你一尊 秦国朝堂对张仪的针对越来越严重 把他踢出权力中心还不够 赢状还不停地打小报告 诬陷张仪对秦国心存不满 意图勾结他国反咬秦国一口 王上 还是斩草除根为好 你这是近禅言 赢道莽是莽了点 但他不暇 张仪这些年为秦国算是鞠躬尽瘁了 自己不待见张仪也是出于政见不合 再说张仪早就把列国得罪光了 反秦对他有啥好处啊 大秦众臣倾国之事 如今已无实权 奉路寥寥无几家庭不过十来个 出行不过两人乘坐的寒孙摇车 逐利之徒虚名之事 这些 足以让他们心生怨恨 巴不得赶早王位更替 换了当今的王上 主罪 此事 休要再提 虽然赢荡这次没有听尽谗言 但难保下次会真的醒 就连一位都劝张仪退休得了 不奉皇于之地 现在已是山女女来 及早抽身 方可利于不败呀 利于不败 你想说的是拖险吗 张仪之所以能在秦国做出一番事业 那全是跟了一个信任她的好老板 可现在一朝天子一朝臣 陶欠少此 冤走他乡 王上也放心 别人也放心 江山一改 买买买总得有 行商之人有的忙 是啊 这不忙的也该走了 可就在张仪收拾行李 准备跑路的时候 那帮小人却已经等不及了 太阳夫人 请收拾行李 快点走吧 保护生活 你别走 夜晚 一队人马将相辅团团包围 张仪夫妻俩在侍卫的保护下逃向后院 不料刺客战斗力太强 张仪等人根本无处可逃 谁愿要杀我张仪 下一秒 冰冷的利剑正中苏萱心口 眼看张仪就要命丧当场 将军迎击终于赶到 张仪看着被灭口的刺客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指使者是谁 却也只能无声地流泪 不许哭 好想说话 心中悲惧 不得哭 在秦国哭也犯法 说得对 情欲有文 成年难定 若无辜好逃着 苏萱想伸手抚摸丈夫的脸 可最终只能无力地垂下 张仪抱着妻子渐渐冷去的身体 悲痛欲绝地高呼出声 张仪经历丧妻之痛 竟然一夜白头 她步履蹒跚地走上朝堂 想给夫人讨个公道 淫荡赶紧赐座 经文恶好 寡人这两日都没有睡好 我秦人 愧对先生 张仪的夫人也是秦人 死于秦人之手 不但没人给张仪主持公道 还有人站出来颠倒黑白 诬陷张仪叛主投敌 张仪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 我去你的乌龟王八蛋 你 先生不要放肆 张仪 本来就是放肆之徒 张仪心晦意冷了 也不走程序直接提出辞职 没等老板答话 就投也不回地离开了秦国 谁能想到 当年那个拿天下做棋盘 拿猎国做棋子 为秦国立下布施功勋的一代名相 到最后会落得到如此下场 或许是出于愧疚 应当送了他满满两大车 金银珠宝 迎击劝他收了 名利兼得 全身而退 天下能有几人哪 全身而退 若不是我姬苏萱 他拿性命换来这慈秦之路 怕是全家寝末的呀 但张仪不怪秦国 也不怪兴王 他只怪自己 为什么不早点离开 逃不得 忧不得 都说张仪秦为之事 他向前翻手为云 覆手为云 却不知道 他连自己的气都保不住 忽不住 张仪转身把酒洒在地上 敬给慧眼石珠的先王 也竟给舍命相互的发气 秦国 傅先生了 来时刑丹 去时隐固 与情有缘 缘尽于此 先生 保重 张仪离开秦过后无处可去 孤身一人走进山野 不料荒郊野岭竟然有店家 店主人还是张仪的老朋友了 张子 搗了大半辈子的两人晚年相见 自当是一醉方休 喝到一半公孙衍忽然模仿起 初见张仪时的情景 为人张仪拜见秦军 两人似乎穿越时空来到秦国朝堂 公孙衍在下 张仪坐在秦军的位置上 为人张仪拜见秦军 先生不用多礼 为何来秦啊 张仪听说 福之而言为不知 之而不言为 为国之臣 有立国之言 而不禁见国君 不是仲臣 两人互相模仿当年意气风发的自己 在睁眼 两人已是醉倒在草席上 少年寒窗苦毒 壮年列国漂泊 家园人胆困入金城 而终止败将如相 难则美梦成真 终有尽时 明世暮年 一样孤灵了 有酒便好 再会便好 敬张子 恒强草六合 敬西首 何敬所安 敬那大政之时 敬那小主之时 敬那小主 敬那小主 敬那小主